哈喽大家好 我是房车情报的陶子君 那最近呢油价上涨啊 我都不敢开车了啊 感觉这个油费真是越来越高 那好多开房车的朋友也反映啊 说房车呢平均油耗比较高啊 现在呢就更不敢开了 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找到了一款啊 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600到1800公里的房车 你们信不信 带你们看看 我现在呢是位于啊 湖南长沙的侠科乐房车的直营店啊 这款车呢就是今天的主角啊 是来自于 侠科乐的穿越版车型 那它采用的底盘呢是东风锐奇6的底盘 那这款车呢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啊 就是它的发动机呢 采用的是日产雷诺M9T的发动机 那这款发动机啊可就厉害了 和我们这个海外版的纳瓦拉 以及呢曾经推出过的奔驰X级的皮卡啊 是同款动力 它的最大功率呢达到了120千瓦 最大扭矩呢达到380牛米啊 那这款发动机呢它静音性特别好 因为昨天我已经乘坐过了 从高铁站呢大约行驶了 一个多小时啊 它整个车的静密性呢是非常高的 以至于呢我一度怀疑啊 这款车是一个汽油版本的 原来它是柴油车 中网这里呢换装了一个尼桑的中网 上方呢还带有啊三个这种小黄灯 也是现在呢越野车型啊 一个惯用的改装手法啊 可以呢提升整个车辆的颜值 下方这里呢还配有啊 一个13500磅的脚盘 可以帮助呢车辆脱困 当然了你也可以啊 加装一些越野套件 比如说竞技杠啊 涉水猴啊 或者轮煤等等 但我现在这款车型呢是没有加装的 不过整个车辆呢采用啊 这种越野绿的颜色啊 看起来呢还是比较亮眼的 车辆呢还是换装了 这种越野的AT胎 那它的尺寸呢是265 65R17的一个尺寸 它有效的呢增大了 这个轮胎和地面的附着力啊 而且换装了这个越野轮胎以后呢 整个车辆从正面看呢 显得更加的威猛了 这款车现在看起来并不是很高 它的高度呢是2米18 下2米2的地裤呢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昨天呢我们也测试过了 车辆的长度呢是5米48 宽度2米05啊 那是可以上到蓝牌 C本驾驶都没问题 而且呢停在车位里啊 是一点都不显眼的啊 就是说日常带步起来啊 我觉得也特别的实用 那车辆呢整个的箱体啊 采用的是全铝冲压的箱体 这个箱体的好处呢 是比较轻量化 那整个车厢的重量呢 是208公斤 那整个车辆的整备质量呢 是2.39吨啊 是一个轻量化的车型 它可以呢有效的降低车辆的刹车距离 以及呢啊 使这个重心啊更加的稳定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那整个车辆采用的这种硬性连接 就是它的后车厢和驾驶室 这里呢是这种硬性连接 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长时间驾驶起来呢 没有啊那种晃动的感觉啊 感觉非常的牢靠 那车厢的离地间隙呢 是达到啊207毫米 如果想要进入车内呢 需要啊通过车厢的后门 这个后门呢 也是和我们常用的这个汽车门啊 是一样的 车里呢加装有啊 两个拓展出来的储箱 每个储箱呢都是60升 可以存放呢一些啊行李物品 这个储箱上方呢 还带有啊脱困板 工兵产以及备胎 那整个看起来呢 是不是也是这个越野感十足 后方这个位置呢 它隐藏的是一个柴油灶 可以呢直接啊通过油箱取油 它位置还是比较合适的 如果我做饭的话 正常这样就可以了 我的身高呢是1米75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这款车呢 它是啊带有两个油箱 一个73升的主油箱 和一个80升的副油箱 那总共呢是153升 那两个油箱都加满油的情况下呢 它的续航里程啊 是可以达到 1600到1800公里的 这款车呢 刚才已经介绍了 它整个呢是非常省油的 基本上百公里呢 在八九个油左右 这款车呢 是先从啊主油箱用油 如果从油表看的主油箱没有油了 我们可以呢通过驾驶室这里呢 进行切换 这款车的油箱呢 其实啊总共有五个功能 那除了最常见的行车以外呢 还有充电 热水 暖风 做饭 是非常全面覆盖的 现在我进入到驾驶室内部了啊 这是一个双排皮卡的一款房车 那总共呢 它核载五个人 像驾驶室里呢 坐进来以后啊 你是感觉不到 你驾驶的是一款房车的 它搭载的动力系统呢 是2.3T的 M9T的柴油发动机 匹配呢 是财富8AT的 手自一体的变速箱 那最大功率120千瓦 最大扭矩380牛米 同时呢 车辆啊 是配有分时四驱的 而且呢 带有啊 后桥的差速锁 那这款车型呢 虽然啊 是柴油车 那它其实呢 基本上只有在啊 启动和怠速的情况下 你才能听到声音啊 整个车辆啊 在行驶过程中的舒适性呢 我觉得也挺不错的 当然也得益于呢 我们这款车也带有这个 后空气悬挂啊 可以通过前方的这个位置啊 来进行查看 可以自己调节高度啊 根据不同的路面呢 以得到更好的驾驶效果 驾驶室整体给我的感觉呢 就是一款啊 SUV车型 驾驶起来呢 整个车辆 它没有这种啊 晃动的感觉啊 它相当于驾驶室呢 与后车厢也是分离开的 所以说呢 舒适性是非常好的 而且前方这里呢 留媒体后视镜啊 可以随时保证 我们行程过程中的 一个安全性 那接下来呢 我到后排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后排的这个空间感 后方的整体啊 空间感还不错啊 但是呢 它整个座椅的舒适性呢 肯定是没有前方主腹驾驶 座椅那么舒服了 那我觉得呢 整体在这乘坐的话呢 你的退步空间还是可以的 而且后方呢 它这里啊 配备了一个这个小的推拉窗 你其实呢 可以从驾驶室这个位置呢 和后方的人传递物品 或者沟通啊 但是呢 行车过程中呢 因为车辆只能坐在驾驶室内部 所以说呢 后方也是没有人的 进入车内呢 还得升顶 现在呢 我就把顶棚升起来了啊 它内高呢 经过测量啊 在1米95 顶部这张大床啊 尺寸呢 是1米96 x 1米25 在房车上来说呢 这个位置啊 其实真的可以睡两个人 上方啊 配有啊 这种汽车式的这种天窗 天气好的时候呢 把天窗打开啊 还能享受一番这个窗外的美景 这个床两侧呢 还都带有啊 这种储槽 可以放一些小件的物品 小桌板 是一个电动升降的 那如果呢 有四个人在这吃饭的话呢 我们可以啊 把这个桌子打开 这里面啊 就是卫生间了 把这个卫生间的门板 给它打开 卫生间就变好了啊 它现在配备的呢 有一个可翻折的 隐藏式的洗手盆 这个小盒子 就是抽拉式厨房的位置 上方呢 还带着啊 排风扇 来保证一个内部的干爽 对面这一侧呢 有一个24V的 一个直流变频空调 可以呢 保证内部的温度 同时呢 还带有啊 小的这种储物柜啊 可以放置一些随身的物品 座椅下方呢 隐藏一个30升的 抽拉式的冰箱啊 也是可以呢 存放一些食材的 卷车辆采用24V电路 整车内部带有6度电 它的价格是 32.8万到36.8万之间 根据配置的不同 价格有所不同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您对房车感兴趣 欢迎持续关注房车情报 也欢迎与我们互动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拜拜